智琳姐姐善举持续发酵 台大医院心律不整 小孩成人都受贿 每一个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智琳姐姐人美心更美 2015年台大儿童医院 在智琳姐姐慈善基金会捐赠下 引进心脏冷冻消融仪 利用负80度低温 阻断异常放电的传导神经 挽救心律不整小小病人 时隔6年 目前已成功完成176例手术 当智琳姐姐跟我在聊这个预算的时候 我心中散过的 就是这样子一个相对比较昂贵 时间上可能会要等一段时间 才会有的东西 那智琳姐姐那时候讲了一句话 她说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让小朋友等 那一年 他们易卖他们的阅历 那智琳姐姐还担心钱不够 还易卖了她的名牌包 那一年下来 智琳姐姐基金会 就捐了台大儿童医院 第一步的这个机器 小儿心律不整的一大困难 在于心脏构造较小 部分患者异常传导路径 接近正常电线 传统电烧 一不小心可能破坏正常组织 利用冷冻消融导管 治疗范围界线分明 较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有些小朋友就不小心多 可能是先天的原因 多一条不正常的传导组织 就可能形成一个短路的 一个心律不正 那这时候心跳可能会跳到 200多下 过去用这个方式 其实最大的危险就是 你把不正常的组织 烧掉的同时 你也伤害到了正常组织 那这时候病人心脏 可能就没办法跳动 我们不希望说 虽然把病人治疗好 可是病人传导系统受到影响 他需要终身装一个心律调节器 目前我们对于所有的 高风险病人 大概都是用 冷冻消融的方式来治疗 那如果是比较没有风险 不会影响到 正常传织系统的组织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还是 采用传统的热烧的方式 志玲姐姐捐赠的冷冻消融仪 不只让小朋友受贿 当年台大医院成人心律不诊患者 也纷纷转到儿童医院 接受治疗 因为成效真的很不错 那大概是几年后呢 在总院那一边 总算买了 从一个无私的分享 到整个影响面的扩大 那这个东西是会感动所有的人的 志玲姐姐的爱心善举为台大医院 心律不诊治疗开启新篇章 医师提醒家长留意 小孩若是不善表达 食欲及活动力明显变差 就该对心律不诊有所警觉 考量儿童心律不诊治疗时 无论选择射频电烧或冷冻消融 仍需是患者心脏结构而定 医师解释若电位异常点与正常组织有距离 传统电烧能在较短时间内 明确阻断换出异常电位 冷冻消融特点是组织不小心破坏时 回温后可逆 但手术需耗时较长 以确保有效动烧 两者皆有适用族群 若有一律务必咨询心脏专科医师 交由专业评估判断 记者请我们深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志玲姐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